《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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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医生 《亲爱的生命》这部剧讲 其实是医务工作者的一部戏 我在剧中呢 饰演的是一名妇产科的医生 喂 李俊霄 这一点都不好笑 李俊霄有上进心 命运多舛 善良 还真是 他的很多想法观点 我都记住不了 他是从很小的地方 来到了大城市 他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男生 他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 一直往前去努力 《命运多舛》 说的是他这两段感情 包括姐姐 姐姐生病 还有和宋倩饰演的角色的感情 还有和小陈饰演这个角色的感情 李俊霄 你要负责任 人家跟你几年了 五年不是个简单的数字 确实是你俩要走的路不一样 李俊霄和杜蒂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呢 是实于微实 他们两个是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好上了 李俊霄有一个和每一个男生都一样的梦想 就是努力去工作 挣钱 然后让自己的另外一半过上好的日子 咱们先结婚生孩子 以后再慢慢往上走啊 为了家庭 就要放弃另外一个人的梦想吗 难道我的事业不值得被尊重 你就别跟我争了 因为她从小地方来 她很着急去面对一个大的城市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希望把她能抓住的全都先抓住 对于这件事呢 我个人来说我能理解 但是不支持 因为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境遇 老天跟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能分出来的怎么办 他们有很多都是通过自己努力 逆袭成功的 你别急 我跟你说二十分钟才能难 俊霄的姐姐 对于李俊霄来说 是一样的 如果你太太太 听了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 作为了是属行的 还不存在 你就是资格 自然这应该 欠佬的 就是真是 贊勇 没有人在哪儿 你很宝泡 有什么温暖的 我 practitioner 崩尴霄的 我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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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良呢 可以说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去和命运去抗争 他只能选择自己对待命运的态度 所以他就最后去用善良 遵循了自己医生的这个本质吧 我实在没钱供他上学了 你知道我家里是什么情况吗 爸 我来供 从今天开始 他所有的学费 一直到他大学毕业 都由我来供 其实作为演员来说 喜欢有很多挑战性的 问题的角色 因为这样会让角色显得更复杂一些 我是觉得 在李俊霄 我对于他表演上 我是 把他扔在了那个环境里的 你说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做妇产科医生呢 每天迎接一个一个小的生命 帮助一个一个母亲 迎接他们的孩子 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同 因为我王森有我王森成长的经历 塑造了我今天的性格 那对于角色来说 从演员身上一定是找他的 是什么这样的经历 导致了他今天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 作为一个演员上 我最坚强的一个问题 Clayton 拿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